謝謝老師 再幫你 喂 喂 喂 大家午安 午安 先介紹一下我們的樂器 我們的樂器叫倉笛 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在早6000多年前 有人把那個大鶴有沒有 腳把它切下來弄成古笛 這就是我們的前身 所以說中國也有這笛子 美國 西洋也有這笛子 所以我們要介紹一下這笛子 它屬於比較高音樂器 在管弦樂團裡面大概就是你高下 你高音 不要緊不要緊 我講話很容量 應該大家都有聽得到 雖然我們在聽這個四重座的時候 你們會覺得有時候耳朵會特別的癢 那是自然的現象 但是也是很清澈很熬硬 希望大家就會喜歡 接下來帶來這首歌叫直手歌 說真的 由別人來介紹比較好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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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來這一首是莫長特首寫的 搖籃曲 那基本上搖籃曲呢 通常都是媽媽帶的小朋友 所唱的一首歌 所以它是非常平靜 非常重蠻愛的一首曲 那不像我們今天說 拍到的作品一樣 都是媽媽或者是作者用心下去 所編寫的一個旋律 那希望大家能夠喜歡這一首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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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